白球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 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年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挑轻的,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甚怕别人不知道。 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 漠不关心,麻木不仁。 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人,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 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进查记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 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 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对于这一般建议四千的人,对于一般笔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 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 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